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是来自德利昂的华语市场的代表 马罗尼余 马罗尼你好 你好 俊娜你好 你以来我相信有许多的朋友就非常有期待 在节目当中又给我们带来哪一些我们都熟知 也就是说德利昂的这个豪华品牌的房屋是不是 希望是吧 对 那提到德利昂带来的左桌的豪宅 那以你之见你觉得你们推的大概会是几百万以上呢 我们公司是这样 凡是五百万以上 就是listing price是五百万以上 那我们就同称为它是豪宅 所以听众朋友要听到了 五个命令以上的才在德利昂这边称为豪宅 并不是说我们常见的两个命令三个命令 对不对 对 所以会有什么样一些特质呢 像有这样的今天这样的房源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受一下 有 然后在这个marketing方面 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方面 我们也会对这样的房产进行不同的包装 那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一套这样的房产 那这一套呢 就是在那个Central Manlo这个社区 1740 Oak Avenue 这套房产呢 如果你上去我们Facebook page看呢 就超火 哇 点赞的非常多 所以你可想到它这个受大家喜爱的程度 那这套房产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今年初卖掉的两套房产呢 Floor Plan呢 就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因为这也就是说非常受买家的欢迎 对 而且这其中两套房产呢 就是一套是一个open house就卖掉了 哇 然后一个呢 还没上市就马上就卖掉了 哎呀 可是想一想这只是豪宅耶 就这么快 对 都是6.4 卖到6.4 美元以上 那这个我们说豪宅是比较难卖的 对不对 甚至有的放在一年都觉得也不足为奇 但是今年这两年为什么豪宅走的比较快呢 也是因为就是说低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也是跟着这个豪宅在往上升 所以很多二次置业的这种买家呢 他换房 所以他把自己的那个200万左右300万左右的这个房产卖掉 然后他upgrade自己去买500万600万 这样的买家现在今年建的非常多 嗯 所以呢 这个房子现在他的市场价是698万8 那是现在你看暂时是高出刚才我说的这两套房产6.4 点多 啊 米利 但是这个房子呢 他有个特色呢 这两个套房产都没有 所以呢 如果真是在这个central mellow找房子的买家或者agent呢 那你一定要去看房子 啊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除了上下三层 这三套房子全部都是上下三层的布局 嗯 然后都是六房5.5位 嗯 然后这套还多一个家庭办公间 哦 另外呢 就是他的土地面积 他的土地面积可以让他的后院呢 不仅有一个很大的草坪 还可以有一个游泳池 哇 这是当时买这两套房产的买家向往的 嗯 就是想要泳池 但是有一套没有 那游泳池的 哎呀 那个floor plan又好像有点 有点挤 但这一套呢 就是综合了这两套的这个优势 所以呢 这套呢 真的是会非常非常抢手啊 central mellow的1740 Oak Avenue 有在的城市呢 啊 menlow park 嗯 menlow park 所以menlow park现在 central valley这边啊 真的是太方便了 学区也好 对 这个central mellow就是在menlow park 最好的一个社区 最贵的房子 我们今年 去年卖掉大概有1000万的 这样子 他的学校是在哪个学区呢 学校还是menlow park这个学区 哦 但是很多时候住在寂便的 已经上司令了 已经上司令了 所以买豪宅的朋友们 都不会问这种问题 对 而且一般他这个menlow park 他比如靠近那些风头公司嘛 所以很多时候律师啊 这些风头公司 这些investor啊 andrew investor啊 就是比较喜欢住menlow park的地方 风水保地 所以听众朋友们 如果想要一堵眼福 哦一堵眼福的话 刚刚maloni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房子的具体的地址 其实可以在rentfin或者是你们公司的网站都可以查到 对吧 对 然后说到豪宅我还有两套啊 就一个是在los auto hills 那这个价格呢是六四八八 一一八零一 first month drive 嗯 los auto hills 那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呢 还有一模一样的listing price 六点四八八 也是在los auto hills 盛产豪宅的地方 对 los auto hills mostly就是豪宅了 对 呃 14780 那我建议呢 大家如果在los auto hills找房子 如果这个价位是你比较心水中心目中的价位呢 你可以一起去都看一看 因为他们虽然就是价位相同 但是他们各有特色 没错 地点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形容 怎么讲呢 形容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美女 其实它是各不相同的气质 对 其实地点都是一样 地点都是在los auto hills 当然有的时候你看你是在山上还是在山脚啊 然后你的土地 其实你的你的comments很好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los auto hills也是 你是不是平地 是如果是平地的话 你这块地就非常值钱 那如果你是有hill的呢 那可能会稍稍打一个折扣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呢又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那天我们在office 想说现在的买家也不容易 比如说我要是这个价位的买家 其实我也会举棋不定 不知道要去买哪一间 是 对 所以呢 建议大家可以房子一起看 那找到合适自己的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再说一下这个地址吧 地址是 11801francemont drive 然后呢 另外一套是 14780mawala 这些在我们的网站上 你都可以找到 然后这个francemont呢 它也是在我们的 Facebook上也超火 因为这套也是非常 也是漂亮 地中海风格 然后也是游泳池 有花园 房间的那个floor plan 也还不错 所以 地中海是的 又在山上 那想起来 它那个view一定是无敌的 你这个question也很好 你看这套呢 其实它虽然是平了地 但是它没有view 然后14780mawala呢 它也是 地是非常平 然后非常大 但是它需要一些TLC 所以呢 不同气质 对 不同气质 这个真的是 所以我们说 现在的买家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就算你有6.488的million 在你的口袋里 可能做决定的时候 也是需要你的agent 去引导你 最重要还是 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房 那 对啊 所以就是看个人所需啦 所以到这个价位的哈 我们所说的这个豪宅 就是看哪儿 可能是多好看 可是勒 一定要把持住自己 我自己最希望的 主要的点是在哪儿 这就是说买房子 非常特别支出 对对对 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 就买家一冲动 可能就买了 买了后悔了要卖 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 多收听我们节目 马罗尼来好好介绍一下 听着就你最喜欢了 如果你喜欢 这三套在我们的那个Facebook上 超火点赞的人超多 我跟你说 马罗尼 我周末都不是非常喜欢去逛店 最喜欢的就去看这些豪宅的房子 买不起也蛮过瘾的哈 对 好比 对特别是刚刚您介绍的 有我相信听众朋友 不一定都记得这么清楚 那么更多的一些房源的信息 如何 上我们的网站 网站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或者你就是 就查德利昂 其实就可以 最简单的 对 在Leon Realty D-E-L-E-O-N Realty.com 甚至中文 德利昂都可以收得到 或者你就直接上我们的微信 官方微信 去follow我们 就每一周的有什么 我们都会发出来 太好了 好 我们现在 稍次休息 在下个单元的时候 继续请教 今天我们特别的嘉宾 来自德利昂的 华语市场代表 马罗尼 给我们更多有关 房地产市场的信息 德利昂团队首席执行长官 Michael Rebka 将西同德利昂 华语市场团队 于11月23 24 以及12月6 至12月8号 分别出席在香港 上海 举办的国际高端 房产盛会 现在跟德利昂团队 合作出售您的房产 将获得此展会上 向高端房地产 投资者 曝光您 房产的理想机会 详情 请致电德利昂 Audrey Sun 650-785-5822 650-785-5822 Master Life Financial 以望瑶 分享终生免税 小业主 岁末省税 海外金融资产申报的 全方位财税讲座 理财顾问 Semmon Choo 讲习一种 成功退休理财计划 提前退休 多倍收入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的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 及未来走势 11月16周六晚7点半 11月17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 好时光 Maxro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odeSteel Maxro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 Cupertino 请洽 Ve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玩区 深得客服亲爱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 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 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大家好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 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资讯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 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新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 翁小姐帮忙吧 重新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 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来收听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 金娜 在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湾区知名的德利昂地产 德利昂Royalty 那请到的是华语市场的代表 马罗尼给我们介绍 在上个单元的时候 许多他们新推出的 本周的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 这样的具有品牌意义的 这样的豪宅 那在下个单元的时候 继续有请 马罗尼给我们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到 就是说在明年春季 你们将有两场特别的一个活动 是吧 是在今年的冬天 今年的冬天 11月底和12月初的 在香港和上海的两场 国际房地产盛会 哦 这个季节 其实上海和香港非常舒服 对 而且呢 就是说他选的这个 其实时间也非常好 就是正好是我们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淡季 所以呢 这些realtor专家们 都有时间去参加这样的盛会 如果你说 放在旺季 比如春天 秋天 我们根本也是抽不出时间 所以他一年两场 一次是六月份的淡季 然后一次是在这个冬天 12月 香港那个呢 就是每年 就是11月底 在香港 然后他还有一场 是10月底 在那个新加坡这样子 哦 那其实刚刚你提到淡季 马上进入 Hot Day Station 11月12月 其实对于很多卖家来讲 他也觉得 哎 我是不是把房子收一收 我明年再卖 也有也有 真是 因为呢 很多 有你说的这种原因 就是说他觉得 哎 我不如等到明年春天 再去卖 因为 很多买家 对 基本上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 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了 就是卖家 卖家不度假 Rotary也在度假 所以对他们来讲 做好准备来参加 像你们 春季 春季listing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介绍 对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 我们明年春天上市的房产呢 先带到这个展会上去 因为我们有一个marketing的一个套餐 给不同价位的房产嘛 那这个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额外的服务 就是把他们这些房产 带到这些国际展会上去 来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买家 有兴趣哈 那比如说很多卖家呢 他有打算 比如说有relocation啊 明年或者说 有的就是小孩子 明年要大学 去上大学了 他已经开始张罗 今年要买房子了 这是有智慧的 我等不及了 等不及想空巢 对 挺高的 然后 对 所以现在如果 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是有 卖家已经跟我们签了 卖房协议 明年春天啊 而且呢 现在的房地产呢 市场也是今年比较奇怪 对 就是 现在比较soft嘛 而且很多时候 据说你应该慢的时候 他又好像还不错 应该要忘记的时候 我想今年你九月应该是旺季 但是也不是那么旺 那夏天本来应该不是那么旺了 七月份 但是又很旺 所以今年的市场有点反复无常 而且确实是比较soft 那做好 如果真有买房需要的卖家呢 真的是需要提前做准备哈 而且要请专业的团队来好好做一个包装 这是最主要的 对对 而且就刚才我们在讲我们的那个3%这个优惠政策嘛 这应该是你们德里昂一直有的一个优惠政策吧 对对 这个2017年4月其实才开始 因为在行业内可能就像我们这样做的并不是 就是公开有这个透明度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的公司政策就说 如果是买家跟我们直接买我们代理的房产 我们是会把买方的2.5%的commission 一般大家现在都是给买家agent2.5%的commission嘛 所以会把这个免掉哈 所以呢 这个买家可以把这个2.5%加到他的offer的price上面 然后另外那个seller呢 也是可以save一些cost 所以这个是benefit两个buyer and seller 就是两个party了 所以这个这个政策反正现在看来还是 但是你们利润就少了 对利润是少 但是我们还是对觉得这样做还是一个正途 就是以后可能慢慢来讲 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同行都会这样子去做 是 所以就每个公司的他的policy都不同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政策 所以你给我们买房子的话 这个我们节目也说了很多次啊 而且现在感觉到这个影响力慢慢扩大 比如说去年我们在Palato 我们的主场吧 基本上卖了一半的房子 比如说我们去年在Palato卖了50套房子 起码一半的房子的卖家都受惠了这个3% 所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如何打亲电话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到你们 可以打这个电话6504850398 或者也可以打这个6507855822 这两个电话都可以 好 那其实呢像上个单元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 可以说我们大家都非常想看 不一定买得起 但是都非常想要看的这样的一个豪宅 可是呢在你们的listing当中 有一个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才不到一个meeting 这是在Sunnyville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这么受你们青睐来推呢 特别是在节目当中也想介绍给听众没有 所以你看湾区的这个房价子真的是高到 我们觉得一个meeting已经好像是捡到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房子呢是1140 Carbet Terrace 202Sunnyville 1140 Carbet Terrace 202Sunnyville 是一套公寓房 所以呢它这个房子呢 就是说怎么说呢 我们用我们专家来讲 就是说我们叫它交通房 因为Sunnyville 对Sunnyville呢 你看这个房子它的location非常好 它是Google Apple Linkin 总之就是那个那些雇主 那些写字楼区什么都在这 所以有在这附近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对它的学区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Sunnyville你看Mountainville 它有学区 它是Sunnyville和Mountainville 它们来的有点共性 就是它有的区呢 学区就还不错 有的区呢就一般般 不像Palo Alto这样的地方 没错 所以呢一般 买这样的房子也不一样 对价位不一样 所以它这种也是交通房 或者你做投资啊 自住啊 比如年轻人生活方式 你很快节奏 你也不用打理院子啊 你也不用什么干什么的啊 HUA都帮你包了 而且这个房子两房两位 然后一个独立的车库 还有带电梯的这种公共大厅 所以呢就是 这挺好 然后我们这个轻轨啊 VGA轻轨 还有这个101高速公路 都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是 特别是受年轻人的喜欢 年轻人的喜欢 或者说你是四次购买啊 骑个自行车 手自的购物 购房啊这种的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你的有限的预算呢 这一套其实也是非常好 Open Kitchen 然后状态都非常新 这一套 所以马上就可以搬进去 难怪被你们 就是说青蓝奥 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 今天其实马上有许多 这个你们公司这样的一个listing 今天就暂时为听众朋友 介绍到这里 那更多的资讯呢 可以在网上查询 德利昂或者是 德利昂reality 都可以得到更丰富 和更仔细完全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马朗尼 谢谢你 谢谢 德利昂团队首席执行长官 Michael Rebka 将西同德利昂 华语市场团队 于11月23 24 以及12月6 至12月8号 分别出席在香港 上海 举办的国际高端 房产盛会 现在跟德利昂团队 合作出售您的房产 将获得此展会上 向高端房地产投资者 曝光您 房产的理想机会 详情 请致电德利昂 Audrey Sun 650-785-5822 650-785-5822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and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 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唉 这几年皮肤 一直有暗窗 试过很多方式 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 介绍我到南湾的 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 好光滑细嫩呢 Bofor Day Spa 还有多种方式 治疗各种色斑 去脂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 南湾的Bofor Day Spa 电话号码 408-861-0886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 最大的受限于 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 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 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 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我是沈荣 我将在 11月16日星期六 11月17日星期天 下午2点 举办长期护理讲座 带您深入了解 长期护理 教您如何量身定做 最适合自己的 长期护理 了解长期护理的 理赔和税务优惠 地址2150 North First Street 三后C机场附近 星期六 星期天 内容相同 任选一天 报名电话 925-858-9502 925-858-9502 925-858-9502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金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 SVC 好消息 GMCC推出 低利息大额 降波贷款计划 贷款额超过 50万到200万 30年固定利率 3.5 Cashout也可以 无任何费用 需LTV低于60% 和高于780信用分数 请速电资深贷款 专家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联系 L11-13591 L11-13591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股票时间 让我们来欢迎 资深的股市分析师 黄建雄老师 黄老师您好 收睿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我们的call in的热线 现在全开 650-968-2000 有什么宝贵的股票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然后我们就会顺序 由黄老师在空中解答您的问题 黄老师还有听众朋友 今天美国的股市在礼拜四 收盘涨跌不一 标普五百的指数 再度创了历史的最高收盘记录 市场密切地关注鲍威尔 等多位美联储局官员的讲话 鲍威尔称市场是可持续的 没有看到泡沫酝酿的迹象 美联储局另外一个主席 他是说这个经济放缓的速度超出预期 但是仍是面临重大的风险 道指收盘下跌了1.63 报27781.96 标普五百指数上涨2.59 报3096.63 纳什达克下跌3.08 报8479.02 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成绩 等于是不涨不跌 在高点的时候 没有跌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那您对于股市的前景 从技术图表的分析 是认为前无阻力吗 请评论 对啊 看上去是这样 标普五百 纳什达克指数和大雄师 他们都连续的涨了六个礼拜 尽管过去的两个礼拜 他们都在窄复盘整 这种情况是对于超买的情况有利的 因为它在窄复盘整的时候 就去掉了那些超买的现象 所以现在市场并不是超买 所以这个超买的危机不存在 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利率是非常低 联邦准备局连续减的历史三次 以前十多年前有一个股票专家 他是马蹄帅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说的非常对就是当联邦准备局三次减历史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场应该是会前景应该是蛮不错的 利率是接近历史低点 接近历史低点的话 大家之前也容易 市场接钱容易 企业接钱也容易 他们用来投资用来发展生意 所以这些对于股票市场对于经济都应该有好处 所以利率我觉得是最大的市场东西 对 另外就是第三季的财报也是很多都不错 就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坏 也是一个好事 同时当然影响市场最大的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中美贸易战 刚刚在前两天特朗普还说他还没同意减关税 另外还说他不是一个好协议的话他不亏钱 这两个影响了最近的股票市场 就是尽管是如此 可是市场也不愿意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明白 这个市场外面很多基金都还是想进场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这个 看上去市场对于坏消息 没有大的坏反应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今天晚上有一个消息就是 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Larry Cutlow 他说他们每一天都和中国在谈 然后应该这个Face 1 这个第一区的谈判应该是快要达成 所以这个最近明天的市场也有光处 那S&P500技术上来说 应该呢去到1150 1150是他的目标 你是说标普500今天是3896万 3150 3150 3150是他的一个技术的目标价 就是短期的 所以最近还是有可能继续地向着那个目标准 嗯 那另外看到在道琼斯方面 好像他这个涨幅比较明显 其实上标普500虽然今天又小小的创了历史的新高 标普500和纳什达克都有一点平稳下来 这是不是觉得已经top off的感觉呢 那不是top不是top out 而是他们正在休息 在酝酿下一波的上涨 对 所以市场大涨了几个星期之后 没有意识下来 反而他的调整的方法 调整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下来 下到机枪可以再上去 另外一个就是不下来 就是横盘整理 然后往上突破 所以看来就是 往上突破的机会还是比较大 可是看到Dow Jones Transportation 已经从高点跌下来 12345 5天了 Does it matter? 有关系吗? 当然啦 有一个理论就是 道市理论就是 这个Transportation 的交通运输股 往往就是先 大城市一步来走 所以 Transportation跌的话 以后 这个 大城市可能会跟着下来 不是有这种情况 嗯 这个可能你提出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看看他以后是不是 戳类这个 这个 这个刀琼师 或者是什么大事 他最近 今天 其实在五天之前 已经缓转往下 不过 他依然还是 守稳了 这个 二十天军片以上 所以 他的总体 其实还是看上 好 非常好 那听众朋友 已经陆续打电话 进来了 那问到的问题呢 有一些是熟悉的 有一些是 widely held 还有一些是 比较陌生的 那么我们都会 在节目中安排 请黄老师回答您 所以现在的 已经到达十一月中了 那距离年底 已经只有一个半月 那通常在 Thanksgiving 还有holiday的 最大的holiday Christmas 股票多半都是上涨的 那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的 这个和平解决的第一步 好像又见露曙光 刚才您提到的 Larry Carlo 以前是CNBC的 首席经济评论家 很多人都对他很熟悉 但是他是被 川普援援援援 援援入阁的人 那当然他讲话是 替共和党说话了 好 那黄老师 民主党弹劾他 已经第一次开 听证会了 那这个会不会 变成乌云 前景的乌云呢 市场 市场无动于衷 就是所以 大家也觉得 这个很难 他很难被谈 因为 那个 那个 参议院那间 是不是共和党员 党员 大部分 所以 尽管 过得了 这个 中医院 却是 破不了这个 参议院 所以 谈和的事情 可能成功的机会不大 所以市场 也是非常聪明的 他们就是 要看市场的表现 就明白 这个大家对于这个 谈和这件事情 重不重视 起码现在不重视 好 好 听着朋友 我们现在热信全开 欢迎您打到 6509682000 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黄老师 待会儿谈 好 我是沈龙 我将在11月16日星期六 11月17日星期天 下午2点 举办长期护理讲座 带您深入了解长期护理 教您如何量身定做 最适合自己的长期护理 了解长期护理的理赔和税务优惠 地址2150North First Street 三厚C机场附近 星期六星期天 内容相同 任选一天 报名电话 925-858-9502 925-858-9502 925-858-9502 GMCC万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 店铺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大额 江部Long 都可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放盘可高至2000万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11月份Copertino分行开放日 每周五下午2点 飞忙每周三下午2点 Burlinggan每周四下午2点 指线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650-996-1982 议约 范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数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 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共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San Jose San Motel Presington 三家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 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首选 北加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赛与用心 让您安心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 汉浦生命科技 2019 巨线爆款 New Leaf CBD 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 解决压力大 严正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汉麻油 让您生活无忧 立即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哦 订购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房东的福音 精算子惠敏博士 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He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 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迅机构双向保障 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 靠谱维修 账目比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计通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Rent管理所有 房东甩手 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 353-0855 或HeRent.com查询 HeRent.com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 性价底最高的 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以赔 可用退休金购买 欢迎报名参加 讲座时间 11月23周六下午2至4时 留作请致电 408-466-0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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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梁小姐 总是继续上扬 现在是在休息的阶段 酝酿一些力量 准备再往上攻 那这个时候的 策略 自己的策略 就是要做长期 而不是做当日冲销 对吗 梁小姐都可以做 要看你自己 本人的目的是怎么样 心态是怎么样 现在的市场 当然长期也可以 转期也可以 另外呢 大家也不需要很担心 它会 就会 跌到 自己 就是 没有这么快 能够走 走这样的股票 当股票非常下跌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它会跌 跌的时候 破了一些低数的 形态 或者是 破了一些基撑的时候 那时候 才去处理也不晚 所以 也不需要 这么担心 就是啊 现在涨得越来越高了 很担心 或者 把它 把股票都常卖掉 等待 那么等待的话 可能就失去很多机会 好 现在还没有到恐慌的地步 好 那我再看到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 有一些是为上涨 是不是要入场而烦恼 那有一些呢 是因为股票下跌而提出来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可以吗 黄老师 第一只问到的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 就是AMD AMD 从在10月份的28块 一直涨到今天11月14号的38块3毛5 今天再度上扬了2.21% 听众朋友问 涨了这么多 还可以进场吗 AMD AMD 一年涨了95个% 嗯 那个 一个 一个月涨了24个% 它实在是涨得比较多一点 当然 它当然是前景比较被人看好 才涨这么多 继续上来说 它有可能还是要继续涨到40块 是它下一个主力 40块 现在是38 38块3毛5 它当然 你看它的另外一些指标的话 是比较可怕的 好像它的price to sale 就是它的现在的价格 对于美股的销售是7倍 它的价钱对于它的市值 不是市值 这个 它的价钱对于是19 价钱对于是35 这些指标的话 就觉得它的价钱是比较过高 可是看它的成长率来说 它明年是涨76% 它的earning 所以 所以这些 网上网充的股票 都有它们的理由 它们是动力股 当然了 当这个市场不所当的时候 它们会跌了一点 跌了特别快 所以目前还看不到它跌下来 但是它主力是14块 好 下面一个是 代号是LXX for X-Ray 它是一个Fintech的公司 那么它今天的价格是12块4毛8 但是它这个也是从10月的低点 8块半一直涨上来的 如何看待它 非常不错啊 凡是它大涨了之后 它不肯跌下来 跌下来也不跌得多 跌了之后 立刻有人买进 这些股票都是强势 可能是大家都很想拥有的股票 所以它现在也是 它自从四天之前猛涨 一下的话 跟着这几天 基本上都没动 所以它也是准备 网上充的一种技术形态 所以它现在12块4毛8 下一个比例是14块 哇 不错 讲的这只股票是LX 好 下面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Quocom QCOM 看看它今天是90块4毛8 那我看到这个问题呢 它只有问这只股票 可能是要看它的短期的前景吧 在Quocom也是 是 它也涨了蛮多的 它自从七十三块左右 十六分之七十三块左右 涨到接近九十五 然后现在回落下来九十九十块半 它这种形态就是上涨的形态 然后现在只不过是上涨中的一种整理 它也刚创过金卡夫不久 所以这个Quocom还是继续看吧 它的主力是95 95 下面一只是LK LK是一个咖啡公司 LK今天是21块5毛4 在前天有一个小小小 有一个跳空上涨 有一个跳空上涨 有一个跳空上涨的话 它的股票的问题就是18到22 是它的交易区 交易区 所以它已经这个交易区已经三个月 都不能够过得去 所以你要它有方向的话 你要看它能否 如果过22 如果过22的话 还是没有方向 这个股票是在今年五月的IPO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比较敏感的 就是它里面的规定 不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卖股票的 现在都可以了 那现在要看看它的股票 稳得住 稳不住 还有大马股在今年其实都下跌很多 现在大马股已经跌到了低点 我们可以趁机很谨慎的入市 如果要participate大马股 要买哪一类的大马呢? 上年买龙头的龙头股了 可是今天的龙头股是GT 就是大跌 这问题就是 我还是不能够看到这个底部的出现 它就因为我们用周图来看 你看CTC 这支股票的话 它盘整了四个礼拜之后 7人之间 这个礼拜就猛跌 然后陆续下去探底 看不见底 所以还是 凡是一直往下跌的股票 到我们都不考虑 暂时避免 等到他告诉我们 他真的起来了 有希望了 又破了一些阻力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看他也不晚 好的 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下面一个是下跌的股票 代号是IQ 公司全名是IQYI 今天下跌了6% 价位是17.19 一毛九 请尽速回答 这支股票是非常适宜短期炒卖的 因为它过去的两个月 都是在大概15块到20块之间交易 那么这上个礼拜它去到20块 然后不能够手稳 现在又下来到17块一毛九 所以还是在一个交易区里面 就是这种股票呢 最适合就是到了交易区的低点 15 6块的时候考虑买 去到20块的时候考虑卖 好的 好的黄老师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您在空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并且来回答 投资者的股票问题 感谢您 我们尽快安排时间 请您再度上来讲解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还有一段访谈 非常有趣 是一个关于11月23号 要在西谷湾区 帕拉奥特的更high school 表演的文化活动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 不要走开 Keller Williams的Michelle Wang 王真团队 拥有15年房地产买卖经验 专注加州首府 Sacramento County Elf Grove 与城镇珍负责 专专业高效的理念 帮您实现美国投资梦想 湾区买房锁定Elf Grove 王真看房团 每月发誓接送 湾区四个上车点 国语和广东话服务 查询请致电916-628-6042 916-628-6042 916-628-6042 或登陆michellewanggroup.com 加州地产代理台 014-77295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 珍珠 银院光泽 典雅高贵 T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蕭邦 跑鸡 宝博 跑隔离等顶级品牌汇聚 未至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Centroc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 骗不难领夹 专业高售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大额 江沫隆 都可Ling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换款可高至2000万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11月份Copertino分行开放日 每周五下午2点 菲芒 每周三下午2点 Burlinggan 每周四下午2点 只限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议约 不管您是购买新衣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欢迎您 我是周乐 现在在我的旁边呢 有两位嘉宾 他们是代表了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们这一次邀请到 台湾的一个歌仔戏的剧团 带到美国 在戏谷在Tao Alto的 Fung High School来表演 两场同一天表演两场 这个歌仔戏呢 只要是台湾来的同胞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 在福建附近的同胞 只要有歌仔戏的这个印象 一定会觉得这个机会 太难得太兴奋了 首先介绍二位出场 这一位呢 她是Jocelyn 她也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有时候叫她Jocelyn 有时候叫她阿华 她是南湾台湾同胜会的会长 您好 欢迎你 你好 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节目 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台湾歌仔戏团 好的 那另外一位是Joseph 两个J J and Jay 那您是这个节目 这个活动的总策划 也是顾问 也是做了最多事情的人 没有没有 好像据我的了解 两位都是在出场 出高中就到美国来 对 十四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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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是在刚害念完书的 所以把这次安排的舞台布置 都是有年轻人的 还有现在主流的这种设备 绝对让声光色表演 增加很多很多的气氛 我们首先请Jocelyn来介绍 这一个歌仔戏团 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好的 我们是想应政府推行传统文化 传承政策 那特别邀请这个国家级的和乐歌仔戏团 来湾区首演 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歌仔戏团 他们是有六十一年的历史表演 那么正式成立于1986年 是台湾最具代表性跟艺术成就 歌仔戏团之一 从早年的乡村演台戏呢 到广播电视 电台 今天的现代大型的这个舞台剧 那么巨石文部 有陈聪明 尤雷花 叶青 黄湘莲 柯玉芝 王精英 徐秀年 柳青 乌明霞等呢 这些歌仔戏的前辈 那么他们有七座金钟奖 首次呢 我们这次用最高级的数位的舞台 数位舞台 这方面待会来请Joseph来介绍了 他那个效果来服务侨胞 即使在台湾也很难看得到的了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实在是太难得了 是 是 谢谢 谢谢Joseph 您刚才提到的几位在歌仔戏的全辈 有几个人我听到了 我都知道 比如说像杨丽花 叶青 王精英 徐秀年 也柳青等等 都是首屈一指的 那您说这个剧团 比杨丽花他们的那个level还要更高啊 因为他们都是从这边出去的 哦 对对对 OK OK 哇 太了不起了 那再介绍一下这次表演的这个背景 还有音响有哪些特别之处 Joseph 对 因为这一次他们的表演 因为是国家级的表演团体 它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这个野台性 所以他们跟云门舞集啊 跟一些很这个国家级的 世界级的表演团体对我合作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不容易的 让他们排出档期来美国演出 所以我们是用最高最高规格 就是连台湾都看不到的规格 哇 OK 来制作这一次 而我们矽谷的华人却可以看到 是的 只有矽谷 对 在刚嗨的auditory有几个座位啊 总共有925个座位 那我相信你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座无虚席 最好有站位 最好有 是 那就是11月23号 然后有两场 两场的时间分别是 早上11点是早场 然后下午3点是下午场 那除了表演还有其他的安排吗 对他们 是的 因为这次来的 他们这次来一次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隔天 礼拜天11月24号 从下午的1点到4点 在Cupertino的Queenland Center 有一个教育文化的展示会 专门邀请这个家长啊 小孩啊 我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 跟美国友人 一起来近距离接触 歌仔系的这个一些制作啊 乐器啊 装扮啊 角色啊 首饰啊 这是我们一般这个学校 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他们都可以近距离来接触 而且是免费的 非常利益 是 那么在观众朋友 在11月23号要来看 如何参与呢 我们建议最好是在网上购票 就一个字 Taiwan Opera 然后另外一个字 Eventbrite.com 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 408-431-7886 还有其他的什么补充 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这一次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在国外 他们是第一次在国外 这么做大型的演出 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故事 是整套得非常精彩的 就是台湾齐案 四大齐案之一 加上 四大齐案之一 四大齐案之一 而且他们全程中英文字幕 所以不懂台湾话 很方便喔 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您听过Opera 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国际友人 一定是很多人来参观的 是 可是我对台湾有好奇的文化 这是非常传统的本土文化 是从宜兰歌仔戏 我之前也不知道 做了研究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歌仔戏八元第七个戏 是什么样的音缘喔 让你们这两位小留学生 会办这个歌仔戏到西部来表演啊 什么样的音缘 不 刚好因为我们今年也是 创办了50周年 那我觉得这个文化艺术就是很特别 我是觉得很值得 不光说是我谁办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团来 然后我们最后 还有参与一个火灾的震灾 对 因为去年11月 在北加州有一个 这个全加州最大的森林大火 是Campfire 18000多个房子烧掉 88个人往生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一点 我们小姐的心力 趁这个大家聚集的机会 来替这些受害人募捐一些这个funding 给他们送一些卵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勇约参加 这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 是 是 是 那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呼吁 还有其他的媒体的帮忙之下 都可以让你们坐无虚席 虽然这是第一次的演出 那我相信你们的善行 你们的努力 就把它变成是第一次 但是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以后延续的还有很多很多 又可以满足矽谷弯曲的朋友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非常谢谢您 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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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大家 尽量努力的在网站上去购票 来参加 来看这次11月23号的 国家级的歌仔戏团的演出 非常好 谢谢您 那我们这段访谈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 接着我们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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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